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财库比较风龙 则往往拥有此种面向的人 个人的聚财能力也就会更加的富足 尤其是到了中晚年的时候 在生活方面取得成就比较高 尤其是在家财方面 家里的动产与不动产会比较多 往往田宅兴旺 会拥有非常不错的福气 所以这样的人日后不会筹钱花 年龄越大存的钱也就会越多 二 方下巴 所谓的方下巴指的是下巴部未长得比较方阔 一般来说 常有此种下巴的人大多体型方面也比较的健壮一些 也会有例外 腮骨方阔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和脾气方面一般比较的固执和倔强 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踏实 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 意志力比较坚韧 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对事业 对家庭都非常的有责任感 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 不过平时略显严肃 生活情趣方面略显不足 三 圆下巴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 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 很有爱心 喜欢帮助别人 特别的容易相处 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多 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帮助其度过难关 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 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 会照顾人 女人下巴圆润的话能够旺夫生财 男人下巴圆润的话则做事稳健 善于储蓄 属于富贵 相中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 四 长下巴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较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 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的严苛 意志力较为强大 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努力坚持地把它做完 不喜欢中途放弃 而且特别的重情重义 懂得为他人着想 有着很强的家庭责任感 属于难得的好伴侣 女人下巴掌一般比较热心肠 属于外刚内柔的性格 人缘非常的好 男人下巴掌则意志坚韧 上进心强 个人能力也比较突出 往往能成大气 五 兜下巴 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小巧圆润 且向前方翘起 正所谓下巴有兜 一生无忧 长有兜下巴的人大多比较自我 做事坚持 而且爱好广泛 很有才华 异性缘非常的好 男人如果长有兜下巴的话 这种人大多比较顾家 个人能力也比较强 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 女人长有兜下巴 个性温和 容易相处 而且富有爱心 家庭责任比较重 对长辈孝顺 工作时也很积极热情 家庭和谐稳定 晚年富贵无忧 六 肉下巴面相 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 整个下庭看起来比较饱满有肉 则往往说明此人 具财存钱的能力会非常的强 天生就会有理财的能力 尤其是女人 更是持家过日子的好帮手 一旦把钱交到她们的手里 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过得非常的好 而且这样的女人心胸宽广 能容人 中晚年之后 家里的孩子 也都是各个孝顺懂事的人 一定会非常的有出息 七 W型的下巴 W型下巴也就是 下巴中间稍有凹进去 呈现微微的W型 有这种下巴的人 较具有个人魅力 并且晚年体力不衰 老当义壮 生活丰富精彩 持续发光发热 是晚年运不错的下巴 譬如著名美女影星林青霞 和麦可道格拉斯 下巴就是成W型的 成W型的人 审美官家 在艺术美学等创作方面 有不错的表现 不喜欢庸俗平凡的事物 由于感情丰富又有魅力 恋爱机会往往很多 但奇妙的是 他们却能做到巧妙控制恋爱节奏 懂得自制 不至于因烂爱 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人老而心不老地 持续尝试各种事物 将使他们拥有丰富的晚年 八 宽厚的下巴 下巴宽厚丰满的人 一般晚年运很好 也叫得晚辈不属的拥戴 下巴的肉以结实为家 如果肥肥软软的 这种虚胖的肉不值钱 只是代表长的口福 并不代表晚年幸运 下巴又圆又大 皆是丰满的人 待人处事 富人情味 多能营造家庭温暖 晚年的婚姻和财运都不错 就算是坐不昏足的单身王老五 也是凡事 看得开想得开 烦恼不上心 晚年是过得乐天之命 快活快活 逍遥得很 二 命不好的下巴相 一 肩下巴 肩下巴的人一生追求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满足 喜欢寻根问底 他们追求浪漫主义 而且不现实 婚姻应持婚为好 早婚多有婚变 这种脸形下巴肩翘瘦小 附带着两个遗骨收缩 而遗骨代表着晚年的田宅 也就是晚年家中的资产 两姨薛博通常预示着晚年孤单 凄凉家业不惧 而没有脸塞的女性往往心胸狭窄 尖酸挑唆 度火争计 使人之短而牙自刻薄 既然心胸不开阔 就容易无视生非叽叽歪歪 纠结于某些小的不经意而难以开脱 在这种状态之下 作为女人更无法考究和观察到丈夫的情绪 更多适得对他人的索取 而不是大度地舍语 也就是说不知道关心别人 不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 如果下巴过肩的话 必然是多愁善感 给感情和婚姻的另一半造成疲惫和压力 也就是说 瓜子脸的美女往往情感婚姻上波折较多 人生不那么尽如人意 二 短下巴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 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 很有爱心 喜欢帮助别人 特别的容易相处 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多 遇到困难时 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帮助其度过难关 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 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 会照顾人 女人下巴圆润的话 能够旺夫生财 男人下巴圆润的话 则做事稳健 善于储蓄 属于富贵 相中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 三 下巴圆润润 说白了下巴长得圆而窄的意思是 全部脸部更圆滑 但他们的下颌 看上去很尖 通常绝大多数时间 自身的内心会较为欠缺 本人远见着实 只有做一些苦工的活 一旦有头脑 便会无法跟上 因而 他们天生就没什么驱动力 工作能力都不尤其强 跃到最终 他们的福寿也会发展趋势的越差 终究是一种奔忙疲劳 日子过得不太好 四 卸下巴 所谓的卸下巴 在相学中也称 缩下巴 也就是下巴往后缩的意思 长有这种下巴形状 是一种比较糟糕的状况 一般来说 长有卸下巴的人 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冲动 做事缺乏主见和想法 考虑问题比较的狭隘和极端 整天喜欢胡思乱想 思想方面容易出问题 个人能力不足 因此晚年运势往往不太好 五 下巴圆儿侠 所谓的下巴长得圆儿侠的意思就是 整个脸部比较圆润 但是他们的下巴看起来非常的尖 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 自己的心智方面会比较欠缺 个人也没有啥远见 只能做一些苦力的活 一旦有脑子就会跟不上 所以他们天生就没有啥上尽心 个人的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越是到最后 他们的福禄发展也就会越差 注定属于奔波劳碌的命 日子过不好 六 下巴左右腮骨不规则形状 拥有这样下巴 阴谋诡计较多 而且特别会投机取巧 但也常经常会喜怒不定 做任何事情都很难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人生的运势也会常常地发生转变 阴晴不定 是好 是坏 这样的人一生会比较难成功 到了中晚年的时候 多半都是求安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